街道上满地都是黄澄澄的淤泥 民眾裝滿乾淨的水 要來準備清理打掃 淹水淹了好久 終於退去 新北市北海岸地區 在4號降下驚人的雨勢 到了傍晚5點多 許多街道地區嚴重積水 其中在萬里家頭 還出動了橡皮艇救援民眾 而金山老街菜市場景居前 也全都成了一片汪洋 甚至還有4所學校 大約上百名師生 無法回家一度滯留在宿舍 幸好在晚上9點多 水已經陸續消退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到各地關心 另外針對三隻萬里石門金山 今天停班停課一天 但只有民眾不滿 認為淡水同樣風雨強勁 為何沒有比照辦理 侯友宜在視察時也親自說明 那有關搶災救災的淡水 案件算是比較少 反而是在萬里金山石門三隻的地區 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這四個區就決定停班停課 後藝表示其實這個決定是與應變中心的專家 以及淡水區區長一同討論評估出來的結果 而需要安置或幫忙的民眾也都已經有給予妥善協助 另外在金山安置的學生水退去以後 已經有許多家長陸續接回 而部分還留在學校的學生也都有老師陪同照顧 同時社會局也有運送便當 水 發電機 照明燈等物資 希望天氣恢復穩定後能夠盡快回家